大家好,我是双双,欢迎又和我一起来逛眼馆 我最近去了一家蛮特别的眼馆 它位于美国马省的波士顿,叫做Brooklyn Boulders Somerville Brooklyn Boulders是一家美国东部的眼馆连锁品牌 已经在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等城市 开了六家分店 波士顿的这个分馆是在2013年建成 当时曾经是美国最大的眼馆 它和上次我去了盐湖城的The Front眼馆有类似的地方 那就是它的存在充满了建筑美 木质的宝石墙勾勒出优美的弧线 不同的是,这个眼馆更加有街头文化 在眼馆里随处可见街头涂鸦和酷酷的装饰 波士顿可能是美国最自行车友好的城市之一 所以在盐馆入口的地方有一大片存放自行车的地方 这个盐馆设施齐全 报时区和爬升区都有很多线 当然呢也有各种训练器械和举铁的设施 我这次只去体验了报时的部分 这里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线路非常偏竞赛风格 甚至呢大部分线都和比赛的规则类似 用双胶条标志了起手点和起脚点 而且很多线还有zone和top概念的区分 比如这里就是爬到zone算是V2 但是爬上top就是V4的难度 线路的设置呢也是很多大的造型点 而没有很多模拟户外动作的线 作为美国的盐馆 我觉得这里的线路和西部我去过的盐馆比较偏难 尤其是V4以下的路线 比如说这条V2的起步需要一个蛮大的动态动作 这种动作呢是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盐馆的V2线里面的 所以对于刚刚开始攀岩的人来说 来到这个馆可能会感觉有点劝退 要说我不喜欢的那可能是报时区的垫子 没有铺到墙根下流出了大概半米多的空档 我觉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坐着起步的线比较容易起步 但是同时呢就会让我非常的不敢做动作 我总是怕掉下来崴脚或者直接掉到坑里 不许多线的风格 不许多线比较抱歇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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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